寒假的時候我每天幾乎八點就到學校練琴 然後叔叔們也都開始工作 他們工作我練琴 我一定看著他們 我都覺得我們要有革命情感的 因為一些奇怪的原因 導致我原本不能在我預約的琴房練琴 所以我就跑到深月館見 一些沒有人要練的琴房 來練琴 殊不知就是噩夢的開始 噢! 為什麼這樣就關了起來 我那時候一定沒有想到的是 我最後一次關上這扇門 如果你用菜的話 等一下我剛剛是怎樣開 我應該關了起來都是在 結果那就是我最後一次找到所謂的腳桿 後來都找不到了 幹我為什麼不想練琴呢 我其實也會把手拿到 hinter 我應該要打掌 那我對 我應該要弄起來 我應該要打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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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門是真的真的關不起來 你只要推它的話 它就有一股反彈的作用 在那邊反彈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因為裝修完之後 就再也關不起來了 這時候的我還十分認真地在研究一下 它那個卡榫到底為什麼會關不起來呢 我宣告放棄 我宣告放棄 我真的做不來 這種事情 我就要再放手機吧 而且不只一間清房的門關不起來 我就想說教授們都不用上課嘛 結果呢 有一個聖約教授 他就打電話給House Michael 就請他們來幫我們修 快點移動 яг走 叔叔坐在查我這麼關門 他要關門 我不能把他拿出來 一馬 不是 我不能把他拿出來 哪一馬 你看 我能把他拿出來 好 一圈、一圈 好,おお,不要 先放一圈 稍微再加 复后 快点 再加一圈 不要再加一圈 再加一圈 那不,只要这样 一切都 沒有了嗎? 所以叔叔為什麼你一開始就把焦草撕掉呢? 你還在那邊教我關門 教這麼久 但真的還蠻有趣的啦 看一個德國人教我如何關門 多謝同學 什麼說話 對 唯一不會開車 是嗎? 好嗎? 我都這樣 謝謝你 结果叔叔弄好走了的时候 我的勤房也剩下15分钟了